大家好,我是小浪 兄弟们好,我是挖卡 你们没看错,今天我和浪哥互换账号 打算挑战陪对方担搭子玩一天 话说,挖卡兄弟,当小子担搭子,一定很开心吧 两天听声音就知道,她是个温柔美少女啊 温柔美少女? 那当然啦,浪哥,你就超好吧 今天绝对是让你难忘的一天 我感觉到极了 好了好了,接下来赶紧找秀儿姐玩啦 我记得他俩平常都是在金区这里见面 哎,小伙儿,我没眼花嘛 秀儿身边的这个是浪哥 哎,不对呀,浪哥的号不是我在登陆吗 说这一货是假冒浪哥来找秀儿玩 哎,不行,必须得阻止他 你干嘛 秀儿姐,不是那个,秀儿妹子 你的浪哥来了,别信这个冒牌货啊 不是吧,他怎么一下子出现两个浪哥啊 鬼 哎呀,好了好了,你俩别吵啦 第二吧,我问个问题啊,能回答出来的就是浪哥 请问,我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啊,不是啊,浪哥这也没和我提前说过呀 那话说这一话他不会知道吧 九,九月三十一号 浪哥,你蒙也蒙个靠谱的行吗 九月哪来的三十一号啊 啊,完了,这下蒙错了 好啊,两个浪哥居然都不知道我生日啊 一等让我找出真浪哥,我要把他狠狠地揍一段 哎,秀儿,你别生气啊 哎,这样吧,大家都知道咱们俩默契十足 那咱们三人来一场默契大挑战 谁和你更有默契,就是真的浪哥 好主意啊,那我们马上开始吧 啥 兄弟们,默契挑战马上开始 听着我和秀儿更有默契的,扣一 觉得着冒牌货和秀儿更有默契的,扣二 相信大家肯定都会扣一的对吧 我去挑战第一局 这局选白色,而且必须要仙气飘飘 哎,这白色的皮肤有很多 但是要仙气飘飘好像有点难呢 哎,你们看这个皮肤 不仅有白色,而且名字里就有仙 优计这一个也算是仙气飘飘吧 没事,就是这样的感觉 哎,放心吧,老哥 我是不会让别人抢走秀儿的 两个像个小宝贝 哎,不是啊 秀儿这啥时候抽的白羽仙女啊 浪哥好像压根没抽这个皮肤啊 不是,这么好看的皮肤 浪哥怎么可能不抽啊 浪哥他倒是想抽 关于压根没带币啊 少废话,我严重怀疑你是假的浪哥 很痛苦很烦 第二局,这次选蓝色 而且要和光有关 说什么,和光有关的皮肤都有啥呢 难道是这个摩登闪闪的蓝色染色版 既有光,而且还是蓝色,应该没错吧 但是我不确定秀儿抽没抽这个皮肤啊 等一下啊,让我再找找 哎,说起光 那光之战是奥特曼 应该也算吧 正好秀儿和浪哥之间成立了奥特曼小队 那选秀儿变身的赛罗奥特曼 肯定没错 什么聪明啊,老铁 来吧,这次我要是选错 可就彻底没机会了呀 那一次啊,这次居然选对了 怎么样,现在相信我是浪哥了吧 别得意,你俩现在是一比一平手而已 接下来,第三局定书赢 第三局,黑色 而且,要选我最初的样子 杀 秀儿最初的样子啊 我记得最开始玩弹仔的时候 秀儿穿的是这身黑色校服 当然,最关键是脸上的表情 看过浪哥最早视频的肯定都知道 当时秀儿的脸是爱心脸 诶,这么搭配肯定没错 来秀儿,给冒牌货看看咱们的默契 杀 哎呀,果然浪哥的号和秀儿就是有默契 冒牌货,说吧,你到底是谁 怎么可能,我可是秀儿姐姐的铁杆粉丝 秀儿姐姐最早的淡仔视频 就是这身装扮才对 哎呀,一看这粉丝就是只关注秀儿 没关注浪哥 细节决定成败 记得去看看小浪最早的淡仔视频吧 我一定是回来的 不得不说,话好玩果然有意思啊 也不知道浪哥现在咋样了 走,跟过去看一看 A few minutes later 黑手 去你了 给你打 打死你个鬼祟儿 哎,小子,你别打了 说好的温柔美少女呢 这完全不对呀 鬼 哎,这,看来浪哥这一天 也是相当臭小的一天呐